法令已经详细制定 但尚未公布 公孙阳怕百姓难以确信 于是在国都的吉市南门 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 下令说 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 就赏给十金 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 没人动手去搬 公孙阳又说 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 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的 拿着木杆到了北门 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 这时公孙阳才下令 颁布变法法令 变法令颁布一年后 秦国百姓前往国都 控诉新法使民不变的数以千计 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 公孙阳说 新法不能顺利施行 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反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呢 不能施以刑法 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迁处刑 将另一个老师公孙甲脸上赐字 以示惩戒 第二天 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的 遵从法令 新法实行十年 秦国一片路不时宜 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 百姓勇于为国作战 不敢再行私斗 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支离 这时 那些当初说新法不变的人中 有些又来说新法好 公孙阳说 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 把他们全部驱赶到了边疆去住 此后 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陈司马光说 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 国家靠人民来保卫 人民靠信誉来保护 不讲信誉 无法使人民服从 没有人民 便无法维持国家 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 不欺骗天下 建立霸业者 不欺骗四方邻国 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 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 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 欺骗邻国 欺骗百姓 甚至欺骗兄弟 父子 上不信下 下不信上 上下离心 以至一败涂地 靠欺骗所占的一点便宜 救不了致命之上 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 这岂不令人痛心 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末 以胁迫手段定立的盟约 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 而遵守信用 魏文侯不背弃 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 秦孝公不收回 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 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 尚称不上完美 而公孙央 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 但他们处于 你功我夺的战国乱世 天下而语我诈 斗智斗勇之时 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 以收服人民之心 又何况今日 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韩国韩义侯去世 其子即位为韩昭侯 十一年 鬼害 公元前358年 秦国在西山击败韩国军队 十二年 甲子 公元前357年 韩国卫国在地举行会议 十三年 遗筹 公元前356年 赵国 燕国 在科地 举行会议 赵国 齐国 宋国 在平路 举行会议 十四年 丙隐 公元前355年 齐威王 魏惠王 在校野 约会狩猎 魏惠王问 齐国也有什么宝贝吗 齐威王说 没有 魏惠王说 我的国家虽小 尚有十颗 直径一寸以上 可以照亮十二成车子的大珍珠 以齐国之大 难道能没有宝贝 齐威王说 我对宝贝的看法 和你可不一样 我的大臣中 有位坛子 派他镇守南城 楚国不敢来犯 似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 都来朝和 我的大臣中 还有位叛子 使他守高堂 赵国人怕得 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鱼 我的官启中 有位前夫 令他守徐州 燕国人在北门 赵国人在西门 望空礼拜求福 相随来投奔的 多达七千余家 我的大臣中 有位重守 让他防备盗贼 便出现路不时宜的太平景象 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 岂只是十二圣车子呢 魏惠王听了 面色十分惭愧 秦孝公 魏惠王在杜平举行会议 鲁国鲁贡公去世 其子姬毛 即位为鲁康公 十五年 丁卯 公元前三百五十四年 秦国在园里 击败魏国军队 斩首七千余人 夺取少梁 魏惠公率军攻打赵国 围困邯郸城 楚王派景社为将 出兵救赵 十六年 悟臣 公元前三百五十三年 齐威王派田记 率军救赵 起初 孙斌与庞娟一起学兵法 庞娟在魏国做将军 自己姑娘 才能不如孙斌 便召孙斌前来魏国 又设计 依法砍掉孙斌的双脚 在脸上刺字 想使他终身成为废人 齐国使者来到魏国 孙斌以兽刑罪人身份 与他暗中相见 说动了齐国使者 偷偷地把孙斌 藏在车中 回到齐国 齐国大臣田记 把他奉为座上课 又推荐给齐威王 威王向他请教了兵法 于是 严请他为老师 这时齐威王计划出兵 援救赵国 任命孙斌为大将 孙斌以自己是个残疾之人 坚决辞谢 齐威王便以田记为大将 孙斌为军师 让他坐在连车里 出谋划策 田记准备 率兵前往赵国 孙斌说 排解两方的斗殴 不能用拳脚将他们打开 更不能上手扶持一方 帮着打 只能因势力倒 成虚而入 紧张的形势受到阻禁 就自然化解了 现在两国攻占正憨 精兵锐族清朝而出 国中只剩老弱病残 你不如率军 集袭魏国都城 占据交通要道 冲击他们空虚的后方 魏军一定会放弃公罩 回兵救援 这样我们一举两得 既解了赵国之围 又给魏国国内一打击 田记听从了孙斌的计策 十月 赵国的邯郸城投降了魏国 魏军又急忙还师 援救国内 在桂陵与齐国军队发生激战 魏军大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